automagic 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明 今天到了我们这个车主分享的时段啊 那今天我找来的这位车主啊 是我在workshop 认识到的朋友啊 懂啦 我们开这种车的啊 很常在workshop 认识到很多兄弟们 so 今天这个车主有点特别 因为这位朋友呢 哇 很厉害一下 我觉得他是我的偶像啦 他有三台车 三台都是 Hot Hatch 哦 大家可以看到啦 就这三台 相信很多万车的朋友们都会想要拥有这些车 那我们来欢迎一下车主 Michael hello so Michael 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有点好奇啦 就这三辆车都不便宜 加起来的话其实你已经是可以买一台 呃 let's say 可能拼命超宝 Nissan GGR 了 可是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三台 而且就真的是买三辆那么多 呃 故众的原因就是因为 呃 如果买一辆超宝的话 只能用在一个场合里面 而且可能它的实用性 呃 是对我来讲是和家庭 没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就把呃 三辆车来讲是说 可能他们是可以更 呃 合适的 有不一样的用法 融入的家庭 所以可以有四门的 也有两门的 而且呃 这几辆车 其实上呃 在这个维修 和这个保养这部分 嗯 我看也是比较 呃 清明一点 比较清明一点 比较容易一点 不过在这之前啦 先和大家 嗯 分享一下吧 就这三辆车你平常都是 怎样开怎样选 第一辆的话是呃 呃 比较实用 比较适合热场使用 嗯 而且呃 它可以兼顾到 就是说呃 去上班 呃 可能去 菜市场买菜 嗯 呃 周末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拿下去 这个赛道去标一标 嗯 呃 其实是觉得 它有这个 双重的性格 也不错 嗯 然后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Type R 呢 Type R 呢 其实是呃 比较适合去 这个赛道 嗯 或者是它 可能是用来一个 比较长途巡航的一个车 嗯 因为它的 这个轴距会比较长 嗯 而且它比较稳定 嗯 嗯 啊 然后最后是谈到这个 Yaris Yaris 其实是 可能一个比较小的车 轴距比较短 呃 它其实是 三辆车之中 最轻的一辆 对 才1280 个 KG 嗯 呃 它的驾驶性质 是比较 呃 轻巧 嗯 比较敏捷 嗯 而且 呃 它是 三辆车之中 Pick up 最快的一辆 也算是最好玩的一辆 对 所以我刚才听到你讲 你有下赛道 这样你平时都是有 参与这一些 这种活动的 对 嗯 三辆都有 都有开下场 嗯 呃 Yaris 因为刚刚还蛮新的 还在这个 RUN IN 的时间 所以 呃 可能 以后有机会的话 可能会下去试一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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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也是有点好奇啦 因为你这三辆车都算是 Performance car 就新人车 所以它们保养起来 会不会贵啊 呃 其实 嗯 其中两辆是 一辆是 Type R 一辆是 Yaris 嗯 都是蛮新的 嗯 嗯 而且它们还是在这个原厂的保固旗舰之内 所以一定要拿回去原厂去维修 嗯 嗯 这个 大致上 它们的这个保养这方面 还算是 合理 而且不会太贵 嗯 嗯 至于那个 Golf R 因为是一个 Recall 车 嗯 而且 这个 Golf R 是 我太太拿去上下班 每天热厂使用的 哦 周末的时候 有时候也是拿它去 跑一跑山啊 可能有时候下去赛道 跑一跑啊 嗯 所以在这个维修方面呢 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嗯 而且大概每一万公里 就要拿去维修一丝 它的价钱 大概是六七百块左右 嗯 而且这里面是包括这个机油啊 还有这个风格啊 油格这些东西 普通的这个维修的这个 这个 就是一次的 算是 Normal Service 啦 换一次的黑油这样子啦 其实对我来讲都挺 OK 的哦 因为 时常有这个热厂使用 嗯 而且有时候要去 Track Day 一下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油温是蛮重要的 对 我之前用过 蛮多品牌的这个机油 但是我觉得现在 我是用这个 High Ref 的机油 嗯 因为 它可以给到这个引擎 这个温度可以保持在一个蛮 蛮 比较稳定一点 比较稳定的水平啦 OK 在下 Track 的时候 啊 我可以看到它这个 温度是在一百以内的 一百以内啊 哇 下 Track 一百以内是挺厉害一下的哦 因为我本身 我的 Jetta 啊 下 Track 的时候都是跑到一个 百二 甚至是有试过百 一百三十多度的时候 所以哇 其实一百以下这个油都很厉害一下哦 是的 有时候你在 Track 里面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温度一直在飙升 你会觉得很担心 到底这个引擎会不会损坏 对不对 而且其实这个油温的高 越高啦 它是会影响到这个 Performance 的 因为这个汽车到 一个 限度的这个油温的时候 它会是保护你的引擎 它会就是跑去 Safe Mode 的话 你的引擎就是说 你不能尽量的去加油 你要去把它这个引擎 冷却了之后 你才可以继续跑 对对对 而且这个热量 其实也是会影响到你的 Output 对 嗯 除了 Service 以外 因为这辆车 是辆 Recon 车 然后大家都懂啦 Continental 车 所以 Michael 其实这辆 Golf R 啦 你买到回来到现在 有没有什么招过吗 我觉得可能幸运的是 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啦 回到来 我只是换了几样东西 比如说它的这个 Lower Arm 这个 Ball Joint 已经换过一次 然后它有这个刹车片 也是有换过 还有轮胎啦 因为它外国带进来的时候呢 是比较适合这个四季的轮胎 所以换回这个 比较适合马来西亚这个轮胎 嗯 价钱方面我们这样子看 其实也还OK啦 就那个 Lower Arm 稍微比较贵点 千多块这样子 我觉得这三辆车之中 所以更有所长 而且 也不能说每一辆 有一辆车是给大家十全十美的 因为现在 我们追求的 不只是一个速度啦 可能觉得 驾驶这个乐趣 嗯 驾驶这个感觉 嗯 而且这个车可以带到 给你的这个 这个很好的这个驾驶感 其实是蛮重要的 嗯 不只是这个速度啦 对对对对 来到今天的话 我会选择有多几辆车 就是说 每一天 嗯 热肠需要的话 可能会有不同的车去达到你的这个要求 嗯 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三辆车的原因啦 过不来说是说 可以 照顾到 签顾到你的热肠 这个用途 嗯 而且有时候你要拿去 下塞刀 下塞刀 或者是 啊 周末的时候拿去啊 跑一跑 其实也蛮不错的 嗯 然后那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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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我觉得Honda下了很多心思啦 对 所以它在 Practical 全面性方面是一定是很好 做到很好 对 所以刚才其实我听你这样形容 我也大概知道你的这个 requirement 在哪里了 我就 有点好奇 为什么这三辆里面会有这个 GR Yaris 其实 Yaris 嗯 在众多的车之中 啊 其实我觉得它蛮特别的 嗯 啊 啊 Toyota 在20年 之前 嗯 WRC 的车 Homo Location 然后20年之内 他们没有造过相同的车辆出来 嗯 相同的车种出来 嗯 所以现在他们把这个 Homo Location 这个 Yaris 我觉得它是一辆比较特别的车 而且 Toyota 花了很多心思 嗯 去设计这辆车和造这辆车出来 嗯 刚刚这个车 啊 还在 Run In 的期间之中 我觉得 啊 我还没有机会真正的去体会 这个车 到底它是 适不适合什么样的车 嗯 到底这辆车 到底适不适合我 嗯 可能 等一段时间之后 我有机会 嗯 试久了之后 我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嗯 大家就留守我们频道啦 我倒是在找Michael 来 share share 他的这个 Yaris 的故事 OK啦 那接下来 我就要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了 因为既然你的这个 requirement 是要一个 动力舒适 然后比较 all-rounder 的一款车 所以 Golf R 跟这个 Type R 两辆里面 如果 let's say 要你 拿掉一辆 嗯 选一辆罢了 你会选哪一个 嗯 我会继续是 在一个 Driver's Car 来去选啊 可能 Golf R 对我来说是 比较适合我太太上下班 热场使用 而且是可能周末 拿来去 跑一跑山 嗯 但是 讲一个 Driver's Car 来说 我还是觉得 一个手排的车 是比较适合 作为一个 Driver's Car 所以 我的最终选择 一定是 这个 FK8 FK8 了啊 嗯 OK 所以 Michael 既然 FK8 是你的选择啦 那我就有点好奇了 你的下一辆车 Based on 你现在的 这个玩车的 experience 还有你的 requirement 你会 希望你的下辆车是什么车 小明你看 嗯 在这么多年 被测完的记录 OK 可能我从中上 学习了不少经验 所以就是说 你今天看我这三辆车 其实下一辆车 应该 有一点点的 有这三辆车的影子 嗯 OK 我觉得 在这个时候 可能是 M340 是比较恰当的 我会选择 M340 因为 M340 有 Yaris 的 失去系统 有 FK8 的动力 而且 最重要的 它有这个 Golf R 的 Continental 的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 这辆车可能是 综合起来的话 跟这个 FK8 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组合啦 嗯 所以你会留着 FK8 然后再换 不是换 买一辆 M340 对 哇 听起来 我真的是很羡慕你的生活 不过 你的 Golf R 要卖吗 可以考虑一下的 要卖的话 给我知道 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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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兵 其实你如果问我的话 其实有没有一辆车是最完美的 可以适合大家的 我觉得可能是很难找啦 所以很多人就是有 几种不同的车在家里 嗯 就是说应付不同的需要 嗯 如果你要找一辆车 我觉得 最重要 那辆车是 可以 载满 载满一架的人 舒舒服服的 有一点动力 就是说 你不会觉得 你有时候 要超车的时候 没有力 而且那个车可能最重要是 保养 看你的荷包 最重要 看你的荷包 去 Friendly 一点 清明一点 OK 所以要那辆车 可能是比较难找啦 因为这个市场上 可能不是说 应付我们的这个需求去造车 可能造车是 对啦 应该讲 其实现在的新车都是 他们有 每个model都有 每个产品都有 自己的那个 requirements 自己的定位 自己的一个初衷 So 不是有一辆 没有完全一辆车 是完全是 perfect的完 而且我其实我们人的 requirements很多 我要这个 我要这个 对 单身有单身他们的要求 对 家庭的人有家庭的要求 对 可能有些人是比较 喜欢做高一点 嗯 有些人比较做低矮一点 嗯 可是每个人的需求可能是 嗯 不能去符合啦 所以我说 如果你是想 一次人要一辆车的话 嗯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啦 嗯 So 如果 要你给点advice的话啦 你会给我 我还有给观众什么advice吗 选一辆车 嗯 就好像我说的啦 我觉得 M340 其实是 蛮不错的啦 因为它真的是符合 空间有 舒适感又有 嗯 操控又有 嗯 安全性就是市区系统又有 嗯 所以我觉得 呃 这辆车是不错啦 只是说 如果加钱能比较清明一点 当然是最好了 嗯 而且它的 之后 那些维修那一方面 如果是比较啊 去大众化的话 我觉得 其实 这种车 如果能造出来这种车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 很符合 很大部分的人 对 就应该会大卖了 哈哈哈 你不觉得其实有些人 嗯 他们 什么都要的 你去买车 他们要顾及 车要好看 嗯 车要舒服 嗯 车要多空间 嗯 车要有面子 要有面子 跑出去的话 那个牌子 好看 好看 但是最后他们也是讲 这个车在 两年三年之后 我卖出去的时候 到底值多少钱 他们也是有顾及这个 对 对 对对 尤其是在马来西亚 我觉得很多人都 这个其实是 一个蛮重要的环节 他们要去顾及的 嗯 所以你刚才讲到 这个BMW M340i 也会有 不少人有这种顾虑啦 就是这辆车 我买了 加个两三年 然后 五年啦 卖出去的时候 我会 洗掉多少钱 嗯 这个也是一个concern 对 所以其实真的是不容易 选车 而且你想 很多时候 如果你想一辆车是适合你的话 适合谁的话 嗯 但是 那个价格是不是那个人 可以 真的是需要付单的钱 嗯 是不是那个人是 他们愿意去 付出这个代价 嗯 去拥有这辆车 对 所以还是选MV最好 对 什么都可以 该有的都有 有requirement有完 然后 真的是 无敌啦 打变无敌 天下无敌手 所以我觉得这个影片也是时候结束了 那今天是要感谢 Michael愿意 露脸 上镜头来我们的这个节目 然后也要感谢你啦 这么用力的 去try your best 用这个标准的华语 来和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所以 因为其实Michael他是讲广东话的啦 所以 真的是看得出你很努力了 讲得不好 请见谅见谅 哈哈哈 ok啦 这样有什么 最后的advice要给观众们吗 觉得 其实买车是一个开心的事情啦 只是说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 都觉得 这个车很适合我 这个车很好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说 车是要定时的去维修 用好的机油 而且最重要的是那个车 最好是有那个 必要的这个安全性 比如说轮胎啊 还有那个刹车片那些啊 就是要定时去检查去更换 定时的去保养你的汽车 这样你的汽车的问题就比较少啦 买是很容易的 就我们买车的时候啊 就什么都要什么都要 要这个要那个 哇要配备油啦 什么这些 可是买回来了过后 顾车养车 又是另外一回事啊 对就像你讲的就是 其实保养方面不能省啦 对保养车都要的好 然后车主就会驾的开的开心 对啊 然后你这用车的这个劲力 就是会比较好 对就车子fit的话 车子状态好的话呢 它可以给你更多的快乐 对吗 对 好啦那谢谢Michael的这个 真诚的advice 还有今天和我们分享 你被车玩的这个经历啦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 这一期的这个影片如何呢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 看在Michael这样努力 讲标准的中文的份上 记得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 然后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小明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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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